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大理福星宫 22号举行建庙以来 首次的大陆魅州夜祖进香活动 吸引三百多名信徒随行 而起价前包括台中市议会议长林士昌 等多位信中都前来恭送妈祖 庙方还特别安排了八仙镇头表演八仙过海 祈求这五天四夜的旅程平安顺遂 地方镇头演出八仙过海 希望为众人祈福 大理福星宫建庙三百多年 一直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不过从未回过魅州来夜祖 日前妈祖托梦希望能够举办夜祖进香 消息一出立即吸引许多信徒参加 今天就是我们福星宫三百几年来逃一遍 我们妈祖母自己主办要回两家 愿 secre pet 八仙过海市的强项 相信八仙给我们散布 可以 скор行 装盘到平 这五天都会转和就很iries 福星宫首次前往大陆魅州叶族 共有三百多 명信徒虽行十分踴躍 而起家着田庙方遵循传统仪式焚香祭拜 包括台中市议会议长林世昌等多位贵宾 以及信众都一同前来恭送妈祖 我们第一个就要做廟 第二个做事就是我们 妈祖出现第三位就文皇宫 第四位就宣友宫 宣友宫是有两百个建议 其中一个我们的会长给我们接 他们有两位都三百个人 有我们世界遗产的顶头 要给我们接非常胖大 点燃五个骑马炮之后 妈祖神尊正式起驾 一行人将从台中港搭乘海峡号 前往平潭 展开五天四夜的近乡之旅 预计26号傍晚返回大理 届时也会规划绕境活动 为地方祈福 在秋风台中采访报道